台北是一名女子在昨天中午从基隆搭公车上班 没有想到疑似重复开启化妆盒的声音 引发了同车男子的不满 男子认为女子刻意挑衅 竟然尾随女子下车 还从后方推了他爸一把之后逃逸 这一推女子的上汗骨严重的骨折 脸部缝了三针 警方获报之后在男子的基隆住家找到人 男子刷卡下公车 没想到下一秒尽是攻击人 随后趁乱逃逸 地面上血迹斑斑 女子搭公车下车后 却遭证明也跟着下车的男子恶意推倒 还挂彩 突然就是看到外面有救护车 然后就是有走出去看 然后看到有人有受伤这样 看到地上有蛮多鞋的 莫名其妙被人推了一把 事发在8号上午11点多 24岁的灵性女子从基隆搭公车 要去台北市松山区上班 没想到却在车上遭到男子莫名辱骂 男子盗案公称 因为他多次开关化妆盒挑衅在先 才会人无可忍 下车时从后方推人 女子头部重摔地面 脸部有0.5公分的撕裂伤 流鼻血上唇挫伤 缝了三针 甚至连上汗鼓都骨折 本分局获报之后 迅速成立专案小组 迅速侦办 迅速破案 并且将犯嫌 依刑法 伤害 以及公然侮辱 等罪 依刑侦办 警方根据公车刷卡记录 在男子基隆住家找到人 即使他自称是遭到挑衅才动手 但出手攻击就是不对 依法被送办 继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